三重区体育会举办第二届三重区体育会理事长辈围棋公开赛 今年参赛的选手人数有惊人的成长 突破了600人 这是去年的一倍以上 未来也将持续透过不同的方式推广围棋 三重区广一活动中心聚集了满满的围棋爱好者 第二届三重区体育会理事长辈围棋公开赛 参赛的人数突破600人 可以说大幅成长 原本三重在围棋这部分是很冷 后来经过我们推动的话 今年已经从200位第一场第二场300位 这一场是将近600位来自双北的选手 选手年龄前没有规范 只有按照他的级数 PK级数以后再进阶 所以以这个围棋来讲 在上轮推广是一个不错的活动 未来我们会在小鸡蛋办了千人的围棋比赛 当然这希望说各位喜好围棋的话 可以来参与 围棋可以训练孩子的逻辑思考能力 同时也可以培养专注力和耐心 体育会希望能全面生根 也持续扩大比赛的规模 让更多人一起来参与 小孩子刚开始的时候基本上脑袋是一片空白的 所以透过围棋这一项记忆 可以帮助他们对于智力的发展是很有帮助的 我本身也是一个围棋老师 想要在三重各个学校开一些社团课 然后或是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找到三重的某个地方 我们可以开免费推广课程 让三重的广大市民们 可以知道围棋的好玩的地方 让大家更有兴趣 不少家长也发现 鼓励孩子学习围棋 确实能有效提升专注力 平常就蹦蹦跳跳的 我觉得进不下来很可怕 是希望他能够可以静得下心来好好做一件事情 遇到事情他会比较静得下心来 慢慢的去想 对啊 我觉得那个比较 对他的帮助比较大 挑战自己嘛 希望自己的棋艺可以更进步 由于比赛以段位来分组 而不是以年龄区分 因此会场上也可以看到不少大人跟小孩对弈 选手除了透过比赛自我挑战 也有机会晋升断位 记者高清风 林锦鱼三重采访报导